据环球时报7月13日援引俄美报道 和黑海舰队新闻处时2日宣布 和黑海舰队哥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 和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黑海 进行了摧毁假想敌军舰的演习 作为演习训练 护卫舰与假想敌进行了海战 和军使用舰上导弹和火炮摧毁假想敌军舰 而在下一阶段的演习中 和护卫舰将与黑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 和防空部队进行联合演习 一对假想敌编队实施导弹和炸弹攻击 俄新设施2日报道称 在乌克兰举行的海上威风2021演习结束后 参演的北约国家海军的大部分舰艇 仍留在黑海 这些军舰将参加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演习 6月23日在黑海水域爆发了一场俄英冲突 面对英国军舰的挑衅 俄罗斯果断反击 携带高潮音速导弹的军舰战机顺势而出 外界担忧 三战或将就死打响 然而俄总统普京直接撂下狠话 就算俄军击沉前来挑衅的英国军舰 大战都不会爆发 若北约任何一国敢再次擅闯黑海 只要赶来 俄军就赶炸 俄独联体国家研究所专家 叶弗歇耶夫评论在保加利亚领海内 北约舰支参与新军事演习时表示 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黑海军事演习的进程 并在必要时能够击退任何侵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